不老无碍勇闯企机首摇车环岛活动 10月4号出发启动19天的环岛送爱之旅 而云林县爱无爱协与20多名身杖以及长辈 以首摇车或单车环岛 约有50余名的知识者裴琪 环台预计花19天的时间 而14号特地停在狱里 因为狱里在918发生地震 他们就把爱新物资送到这里 而理事长陈明瑟表示 平时他们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其实生障者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样 把爱送到各个角落 骑自行车环台很常听到 也佩服他们的精神 不过有一群生障者 可是用手摇单车环台 并且目的也是送爱新物资 他们是来自云林的爱无爱协会的朋友 以及长辈 他们勇敢走出来环岛时间梦想 希望就是说我们人生 都要保有一个希望 不要因为年龄 不要因为障碍而失去信心 我们只要肯走出来 我相信只要有这个信心 就有这个力量 然后走出来 有时行动就会有可能 那我们来到花园 我们更期待的是说 让很多还没有走出来的伙伴 他们能够看得见 然后看到我们人 他也可以 我们一起更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心愿 环台预计19天 这天停留在狱里 得知918地震 让不少民众一时之间没有了住所 所以就把爱新物资也送到这里 理事长说 平时他们受到很多人的帮助 其实生长者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样 把爱送到各个角落 我们今天出来 我们也集合很多大家的力量 然后我们想要去关心 比我们更还没有走出来的这些伙伴 我们希望能够关怀 然后翻转我们的手心 让我们找到存在的价值 环岛是许多人一生的梦想之一 生长者和长者如果想要环岛 在时善速行等环境上 都比一般人来的困难 阻碍跟挑战 但仍有不少生长者想要一元环岛的梦 所以爱无爱协会带领环岛 展现I can you can we can 创奇迹的精神 和为自己做出选择并勇敢 前行实践梦想的坚毅力量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导